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小实验 今天的主题是 熔岩喷芳 期不期待 期待 爸爸妈妈 这个糖果可以吃吗 这个是泡腾片 是我们待会需要用到的道具 不是吃的 我是说那个糖果可以吃吗 不能吃 好第一步 在一个酿杯中加入40毫升的清水 好 要加到吃就好了 对 再加 再加一点点 OK 完美 第二步 在这个试管杯里面加入5到10滴色素 少来看 123 4 OK 可以了可以了 搅拌均匀 好了 好了 放在旁边 把刚刚准备好的溶液倒入玻璃瓶中 放到这个里面去吗 对 下一步 要在这个杯子里面加入150毫升的食用油 需要用到 弄斗 好 现在开始 倒食用油 你来还是我来 我来吧 这个就是油 停停停停我来我来我来 好 接下来我直接倒入150毫升的食用油 这个是40毫升 也就是要倒它的三倍 够了吗 好了我们已经倒好了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油在上方 然后刚刚的水在下方 为什么会这么明显的分层呢 因为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接下来就是我们整条视频的高潮部分 那就是这里面有两颗泡腾片 把泡腾片放进去会发生什么反应呢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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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打开 你来呀 我来但是你要把这个打开 你老爸我这辈子从来没玩过泡腾片 泡腾片是不能玩的 这个就是泡腾片是不要吃的啊 不能吃 不能吃 别着急 看里面的反应 哇塞 这怎么回事 好神奇啊 我的妈呀 是不是很好玩 哇 你看里面 是不是很像熔岩喷发 我的妈呀 就在鼓泡泡 对呀在鼓泡泡 这个就是熔岩喷发 要不要再放一个 可以再放一个 我也很怕 你别害怕 再来 哇塞 哇塞 里面的反应好剧烈 这个实验的名字叫什么 熔岩喷发 对 翻滚了 翻滚了 看里面 哎呦 快反应完了 而且很明显的听到有 噗哧噗哧噗哧的声音 对不对 黄色的是什么 黄色的是油 红色的是什么 你还记得吗 红色的是那个使用色素 对 是使用色素 那个黄色的东西是什么 使用油啊 上面的 上面这两个是反应完毕以后的泡腾片 这个泡腾片掉下去了 因为它快要反应结束了呀 哎呀 好像已经结束了 又开始分层了 只不过多了一些气泡而已 看 我摇晃一下杯子 里面的分层也是这样子摇晃摇晃的 水和油是完全分开的 很神奇 对不对 我们再玩一个实验吧 不行 今天已经没时间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每天只能玩一个实验 因为我们每天只能玩一个实验 可以啊 但我们明天玩嘛 好了 给大家总结一下 刚刚这种现象是为什么呢 因为 食用色素 溶于水 所以就变成了 红色的溶液 油不溶于水 而且油比水要轻 所以油 在水的上方 泡藤片结束水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 二氧化碳气体比较轻 所以就会以气泡的形式从水里面冒出来 带着一部分的食用色素往上升 就像这个样子 但是当气泡升到最高处的时候 就会 爆炸 然后二氧化碳挥发到了空中 最后红色的食用色素继续往下沉 再次回到现在的局面 你们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的小伙伴 请把每一听明白打在公屏上 这条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我们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你看水为什么浮上来了 因为有福利